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就在大馬玩音樂 大家就把這個音樂圈搞大 搞大 講錯了 專輯搞大 好不好 拜拜 恭喜 加油 拜拜 但不是今次 今次已經家俊兄在發片 都不等我 在這裡祝福家俊 唱片大賣 聽了兩首歌曲 在電台都覺得很特別 我覺得他創作靈感 就是 就是 就是什麼呢 怎麼說呢 天馬行空 超乎 超乎想像 是不是啊 我廣東話 都沒有你這麼好 但我都會講啊 我都可以唱廣東歌的 但下次跟你合唱 你說好不好 到啊 到啊好不好啊 你說好不好啊 好啦好啦 圓歸正傳 就啊 希望家俊的創作 能夠 能夠啊 步步公升啊 創作多些好歌 給大家聽 專輯大賣 賤收入 就無比啦 是不是啊 越比多啦 好不好 家俊 我愛你 朋友 我們就是P 你好 我是妹子 你好 我是金零 你好 我是帥皮 你好 我是多羅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的約定啊 看你應該是忘記樣子啦 但是我們也真的很開心知道你發片了 恭喜恭喜給你來個小禮物 不過我們回馬之後會再送來雙片 看就是這個 超紅的禮物喔 超紅的禮物喔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張唱片呢 可以像這個禮物一樣那麼大紅 好 所以我們希望你接下來的宣傳 全部都會進行的很順利喔 Long Cup Karpoong Cup Bangos TV and Cancel Hello 大家好 我是雲衡 在這裡要恭喜家俊的第二張EP 終於順利發行了 真的為你感到很開心 因為之前呢 在電台跟網路都有聽到你的兩首新歌 就是馬後炮先生跟 知賞你快樂 那我自己是覺得非常的喜歡馬後炮先生啊 因為覺得你真的是 有一直很努力的尋求突破 然後你的創作又再更上一層樓了 所以希望你繼續加油 那我今天呢 就是準備了一份小小的禮物要送給你 真的很小一份 希望你不要介意 但是我覺得它還蠻有意思的 你看得出來它是什麼嗎 看一下 它是一個小口琴 然後你可以隨身帶著 它就像一條鏈一樣 你可以掛著 然後到哪裡演出啊 就是你都可以很隨性的 忽然間心血來潮想要吹什麼 演出真的很好用 因為我之前在台北就是走唱也是一直掛著它 然後你忽然間想到什麼旋律 想要即興演出都可以吹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禮物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希望你的音樂可以伴你一直成長 然後希望你可以一直堅持下去 祝你唱片大賣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 林家俊呢他要發片了 那先講一下林家俊這個人吧 他是一個很單純的 對於很多事情都 我比喻成不知天高地厚 這不是不好的喔 這樣才會對所有的事情更加有熱忱跟勇氣 他是對他的音樂還有他所做的一切都非常有想法 然後有很多的堅持 講到這裡就想到當初的光良 也就等於說你是有前途的 2011林家俊已經開始要有一個新的專輯 要跟大家見面囉 希望他這張專輯呢能夠比上一張專輯更好 那大家也知道上一次他的一首三個字 已經紅篇了全世界各地 這張專輯呢將會更上一層樓 在這裡預祝他發片成功 唱片大賣加油 哈我現在人在香港我在做宣傳 因為我在九月在香港就會有演唱會了 可是你要記得要聽雪萍的話 也要聽你的媽媽德華的話 他們對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你要珍惜他們對你的好 雖然我不在馬來西亞 沒有常在馬來西亞 可是 I'm watching you